究竟训养的喜不喜欢 落入腹黑病交锋披公手里 胆小可怜的穷逼兽 是否能反抗到底 还是一次次为了金钱出卖自己 最后沦为霸总的玩物 李浩现在已是穷途末路 找上好久没联系的大学同学老车 没想到刚见面对方 就对他大打出手 你自己送上门的 这一次可不会再让你跑了 看到这么可怕的老车 李浩挣扎着往前爬 却被老车抓住了脚踝 一个用力 只听见一声咔嚓声 明浩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这下是确定是断了 老车对自己的杰作很是满意 果然这种痛苦哭泣的表情 才最合适的 这样你就再也逃不掉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样子真的很迷人 就这样 一辈子待在我的身边好不好 我可以解决你所有债务 给你花不完的钱 老车多年来隐藏的欲望 终于可以实现 忍不住自己罪恶的双手 作为直男的李浩 忍住一阵阵恶寒 不停安慰自己 这种程度不算什么 又不会少块肉 只要能拿到钱 他才能重新活下去 但他高估了自己的接受能力 忍不住推开了身上的人 被打断了好事 老车露出一脸嫌恶的表情 怎么还要玩欲情故作不成 来找我之前 不就应该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 李浩很是崩溃了 但他知道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说 先把钱给我再说 看到他的一再妥协 老车露出更加兴奋的表情 钱不是问题 你要多少 我都给你 但我现在有点急 咱们先把事情办了再说 自从他大学的时候 看到躲在楼顶 偷偷哭泣的李浩 他就中了一种李浩的毒 他也不知道 怎么会为他这种人着迷 就因为女朋友创作得了奖 而他没有任何成就 就自卑到躲起来 偷偷哭泣的地步 可是能怎么办 就是这副表情 深深映入他的脑海 本来他都放弃了 没想到 不仅被女朋友甩了 还把自己混成这样 现在更是主动送上了门 勾起他一直深压在内心的魔鬼 李浩醒来 就身处在陌生的房间 脖子上 竟然锁着一根很粗的锁链 做了那种事 痛苦一直持续了很久 最后受不了晕了过去 男人一觉醒来 脖子上被绑上了锁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迫切想搞清楚什么状况 脚腕处却传来阵阵的刺痛 看到肿如馒头一样的脚腕 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 这是昨天那人生生给扭断的 那人体力太好受不住 最后晕了过去 那这一定是老车那个混蛋做的 他使尽全力想挣脱锁链 可是这么粗的链子 他用尽全力也无法解开 这时老车端着食物站在门口 哥哭的样子可真是好看 看到罪魁祸首 还一脸笑容地看着他表演 李浩抄起床边的台灯 就招呼过去 却连老车的衣角都没砸到 李浩气愤地冲他嘶吼 你是疯了吗 赶紧给我解开 我明明都让你那样 对我了 你还想干什么 吃到嘴的老车 心情很是不错 不介意他的辱骂 别生气 看到你这么有精神 我就放心了 哥身体承受能力 看来很棒 不过身体再好 也还是要吃饭 李浩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吃得进饭 他问候了老车所有情景 老车并没理会 亲自给他喂饭 却被李浩一把推开 你还以为 我会傻到吃你给的东西 别在这恶心我了 见他不配合老车抓住锁链 就一个用力 李浩就直接被他拉到面前 锁链的拉扯 使他不停地咳嗽 饿了就该吃东西 这么简单的事 有那么难吗 非要我这么对你 他用力捏开李浩的嘴巴 咬起一大勺食物 塞进他嘴里 直到将一整碗食物暴力喂完才罢休 然后削起桃子 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解 你就和我一起生活吧 反正你现在也没地方可去 我会给你数不尽的零花钱 哥只用和我一起 做燃脂运动就行 李浩用力打掉他递过来的桃子 你这个疯子 像狗一样绑在这里生活 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现在看到你的脸 都让我觉得非常恶心 由于情绪太激动 拉扯到脚腕的伤 疼得他浑身颤抖起来 见此 老车吃完手上剩余的桃子 笑得很是邪魅 脚踝的伤是不是很疼 看样子很不乐观 应该好不了了 要不直接砍了算了 他拿着刀 在李浩脚腕上比划 看到李浩背下的浑身颤抖 很是愉悦 我开玩笑的 别露出这副害怕的表情 我会忍不住的 不过 我该去上班赚钱了 在家好好等我回来 见老车要走 李浩很是无助地 祈求老车解开手链 回应他的 只有清脆的锁门声 他拼尽全力 爬到洗手间 把吃进去的食物 用力抠出来 谁知道这些东西 加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 他必须逃离这里 逃离这个疯子 这个男人封批的可以 为了得到所爱 把多年暗恋的人囚在身边 达成所愿的老车 连上班都很是愉快 一下班 就急匆匆地等回家 幻想着小娇妻 在家乖乖等他回家的场景 可想象很美好 事实很是打脸 当打开卧室 那是一片的狼藉 房间里的东西 被砸得乱七八糟 墙上锁链的链接处 更是严重地被照顾 这些都在彰显 被囚禁的人的不满 顺着铁链 来到衣帽间 找到缩成一团 已经睡着的李浩 老车不由地松口气 接着蹲在地上大笑起来 脚踝上的骨头都碎了 还能把房间破坏成这样 还真是厉害 他走上前想叫醒李浩 见对方没什么反应 他温柔地掀开李浩的被子 发现李浩紧闭着双眼 满脸通红 明显很不正常 伸手摸了摸 额头烫得吓人 他赶紧把人抱到床上 没一会儿就端来 要和吃的东西 老车拍了拍他的脸 李浩哥掀起来 你发烧了 把药和饭吃完了再睡 李浩睁开眼 看到令他反胃的人 虚弱地拒绝 老车见他 还认不清现实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趁我现在心情好 赶紧吃 还是你想像早上那样 让我给你灌进去 听此李浩不情不愿地吃起来 他清楚地明白 反抗没有任何作用 由于老车准备的药中 还有少量的安眠药 吃完不久 他就睡着了 老车坐到床边 眼睛眨也不眨盯着他 我一直都很关心哥的 哥的脚我 还是忍不住给他治疗了 不是因为怕你逃跑 我也不会这么对你 可是怎么就生病了呢 我真的会对你很好的 你留下来陪我不好吗 第二天 直到李浩退烧他 才安心去上班 下班就去买了很多礼物带回家 他想着 李浩看到这些礼物 应该会高兴 而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 李浩正在试图破坏床头的锁链 见他回来 恶狠狠地瞪着他 看什么看 老车真是被气笑了 还真是厉害 亏我心疼你 还给你治了脚上伤 你就这么想逃离我 李浩气愤地嘶吼 废话 赶紧把这个东西给我解开 老车嘲笑他 异想天开 解开的话 你不就逃走了 除非你答应 和我一起生活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毕竟我也不想让你不开心 你看我还买了 许多名牌的鞋子和衣服 都是你喜欢的款式 李浩一把推开它 谁要和你一起生活 你把我锁在这里 要这些 有什么用 老车对他强调道 只要你答应 和我一起生活 我就给你解开 这些东西 如果不喜欢 那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买 李浩见他封批的模样 真的很后悔 我现在想要的是 离开这里 你的任何东西 我都不需要 我只想 以后再也不要看到你这张脸 老车是一脸的阴沉 突然扔掉手里的东西 发疯似的 掐住李浩的脖子 看来他是太温柔了 让他哥都认不清现实 没钱有没房子 还被所有人孤立 不要我的东西 不住我这里 你还能去哪里 他忍不住对他动起拳头 开始办起正事 你都为了钱 卖身给男人了 从你找上我的那天开始 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从我这里 得到一大笔钱后 你这么虚伪的人 还能回去过那种苦日子 你除了这具身体你 还有什么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会落到被囚禁的下场 虽然内心不想接受 他的确从一开始 就出卖了自己 现在这样 后悔也来不及了 眼看老车 就要再次掰断他脚腕 他终是妥协了 会乖乖听话 不会逃走 这下也让李浩看清楚 只要他迎合老车 自己就不会挨打 两人一场淋漓尽致的 燃脂运动后 老车也是满意地 解开他的锁链 等李浩穿戴整齐后 老车的饭也做好了 叫他赶紧过来吃饭 还不忘夸下 自己眼光好 买的新衣服 很适合李浩 李浩颤颤巍巍向他走来 后花园的过度开采 加上脚踝上的伤 李浩站都站不稳 没走两步 就摔倒在地上 老车赶紧过去 把他扶了起来 李浩忍着疼痛 苦苦哀求 你还是带我去医院看看吧 我一定不会逃走的 老车顿时没了好脸 我扶着你 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非要去医院 听出他的不悦 李浩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心里暗骂他几百遍 老车扶着李浩坐下 声音放缓 先吃饭 应该都是你喜欢吃的 等吃完饭 告诉我 你欠了多少钱 我帮你把债都还了 听他这么说 李浩心情果然好了起来 为了尽快还债 狼吞虎咽的 很快吃完 核对了下李浩所有的债务 我们堂堂的大车 总都吃了一斤 虽然没有大型的债务 但是小额的债务 可真不少 连大学时学费贷款 都还没还完 加在一起 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李浩很是窘迫 其实他借的并不是很多 后面拆东墙补西墙的 积累了很多利息 车总调侃归调侃 但这些钱 对于我们车总来说是小意思 只见一顿操作后 就把笔记本递给李浩 确认下吧 全部都给你还清了 这下开心了吗 看着债务已还清的消息 让他有点呆了 那么多的债务 就这样轻易地还完了 可是自己应该很开心才对 为什么自己 却高兴不起来呢 而这时 老车强调道 你别忘了钱可不是白还的 李浩哥 需要一直 和我在一起才行 老车伸了身懒腰笑道 那么就让我们来度过 这美好的一天 明浩顿时不自在起来 今天是工作日 你不用去上班吗 老车不以为意地说 我才是老板 就算我不去 还有人能开了我不成 再说 就算没我在公司 也能顺利运行 真是万恶的资本家 有钱人都不需要很努力 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但明浩有些疑惑了 我知道 你们有钱人不工作 也没问题 但你不是对工作很上心 也很努力吗 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经常工作 还参加我们在的文学社 老车听他这么说 很是开心 看来李浩对他 也是很关注 你该不会以为 我是喜欢文学 所以做出版方面的生意吧 看来你还是太单纯了 我那个公司建起来 不过是用来偷税落税的 自己的喜好 和奋斗的事业 对别人来说 只是赚钱的工具 明浩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明明继承家里的公司 不就可以了 老车慢慢喝了口咖啡 我是家里不重视的孩子 所以 父母不会把赚钱的公司交给我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仍然有很多钱 养几个你都没问题 听他这么说 李浩有点失控 那你做的这一切是为什么 是想要我喜欢你吗 老车听他的话后 被咖啡腔的不停咳嗽 等缓过气 就开始大笑起来 哥 还真是有个浪漫的头脑 不过 我可没要求这么多 我要的 只是李浩哥待在我身边就行 至于喜不喜欢 根本无所谓 如果哥能给我你的心 那当然更好 只要哥能让我舒服就行 说着 双手就开始在李浩身上游移 男人穷怕了 被人这么对待 也没有才开始那么反抗了 见他开始接纳自己老车 更是疯狂 一晚的燃制运动后 老车格外精神 可起床了 我都要去上班了 就算不想起 至少跟我打个招呼吧 经过一晚的带跑 李浩还没缓过来 但还是疲惫地应付老车 路上小心 老车见状很是满意 恋恋不舍地贴了一下 那你好好看家 我下班马上就回来陪你 就这样 李浩每天都过着同样的日子 只要老车一回来 就拉着他做运动 老车不在家时 他只能一个人待着 这样的日子 李浩自己都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真的要一直这么继续下去吗 感觉自己都有些神志不清了 随着一声开门声 打断他的思绪 老车心情很是不错 还买了一大包东西回来 哥最近都瘦了 看得我都心疼了 我特意给你买了一些好吃的 你可要多吃点 看他心情不错 名号弱弱地开口 我的手机应该在你那里对吗 能还给我吗 我不会联系谁的 只是太无聊 想用来打发时间 老车立刻冷眼相待 你又没有什么人可联系 有了手机 反而让你生出逃跑的心思 李浩鼓起勇气反驳 那是我的手机 凭什么不给我 老车见他这样沉默片刻 然后拿出了李浩的手机 但并没还给他 手机上只有歌的短信 要我念给你听吗 说着自顾自地念了起来 没想到 你会抄袭我的文章 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后辈 做出这样事 把我置于何地 你也知道我的状况 那是我最后的梦想 所以我无法做到原谅你 以后都不要再见了 看老车像笑话一样地念出来 他感到血气直冲大脑 一把打掉他的手机 不要念了 不仅是因为那件事公布于众 而是他失踪这么久了 居然没有一个人关心他 看着抱头痛苦的李浩 和地上被摔坏的手机 他哥只需要 他就可以不需要任何人 他会对他哥比任何人都好 老车打开塞满的冰箱 贴心地提醒 别忘了吃午饭 我去上班了 老车走后 明浩坐在沙发上 一直发呆 他的人生 为什么活成这个样子 父亲是个酒鬼 从来不管他不说 整天只知道骂他 那些同学也都瞧不起他 嘲笑他文学上没一点成就 还混到当临时讲师的地步 现在唯一看得起自己的前辈 对自己也失望了 甚至连女朋友杜娜 也离开了他 这一切都是自己活该嘛 现在连个关心他的人都没有 越想越忧郁 人在独处的时候 想法往往都是可怕的 这个男人被人囚禁有一段时间了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做人太失败 连个在意他的人都没有 这一事实 让李浩崩溃得痛哭流涕 晚上回到家的老车一开门 就看到了 这让他窒息的一幕 不由上前紧紧抱着李浩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公司临时有急事 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待那么长时间 不是故意不回家的 你别哭 李浩这刻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还是有人关心他的 悲哀的是 这个人却是囚禁了他们 老车看他疲惫的神情继续说道 累了吧 我们去睡觉好不好 放心我今天什么也不会跟你做的 躺在床上 李浩情绪还是很低落 老车犹豫一下 还是问出了口 明天想和我一起出去吗 去散散心 吃点好吃的 你想买什么 我都买给你 李浩不敢相信的 望向老车 你愿意让我出去了吗 老车很是宠溺的笑了笑 我明天不去上班了 明天一整天都陪你出去玩 所以现在你什么都不要想了 乖乖的 好好睡觉 第二天 老车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 带着他一起出门 李浩到现在都还感觉不真实 为什么突然带我出去 你不是一直都锁着我吗 就是怕我离开家门 可能昨天李浩的状态 真的刺激到他了 好像李浩马上就会消失一般 老车今天显得格外的温和 他没有回答 只是上前贴了一下 吓得李浩连忙后退 直接撞到车框上了 看着李浩这副退避三舍的样子 老车并未生气 反而大笑起来 李浩这样看才有点活气 老车搀扶着李浩来到商场 眼尖的店员立马认出了老车 老车要求给李浩挑选一套正装 经过店员的一番精心打扮 李浩就像换了一个人 立刻从穷吊丝变成贵公子 看着一身的名牌 都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现在居然这么轻易 就穿戴在身上 老车却表示 这些只是点小钱 无必介意 只要你能开心 我还可以给你买更好的东西 李浩听他这么轻描淡写 愣了愣 就算是个财法 也不能这么花钱 他是真的打算对我好吗 这时店员突然来说 您的弟弟一会儿叫来了 老车听此立马变了脸色 站起身拉着李浩就要离开 可是因为脚踝上的伤 被老车这么一拉扯 根本就走不了几步 没多久就被弟弟追了上来 由于李浩脚踝上的伤 老车的弟弟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看老车并不想搭理他 弟弟很是自来熟的 凑到李浩面前 这位是哥的朋友吗 你好 我是车在京的弟弟 老车宝贝似的将李浩拉到身后 我们今天还有事 你要没事的话 我们先走了 弟弟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还能有什么事 就是酒店的事 非要我去继承 这不是为难我吗 毕竟哥才是正气的孩子 亲戚们现在都闹翻天了 见这浑小子嘴上没把门 这些糟心的事 他也不想让李浩知道 于是 两人挪地去了咖啡厅 看在不远处 聊着正投入的两个 有钱人家里 也不一定和睦 突然李浩灵光一闪 现在 这不是一个绝佳的逃跑机会吗 可是受伤的脚踝 能跑得掉吗 如果被他抓住 那小子肯定会打死他吧 到时候 另一只脚也会保不住的 不能这么做 只要听话 就不会被打 明浩对自己的想法很震惊 自己疯了吗 连反抗逃跑 都不敢了吗 见老车不停地回头看李浩 弟弟调侃道 看来是个很重要的朋友 老车并没否认问他到底 有什么目的 说到正是弟弟 也不在人处无害 他作为私生子 拿到酒店很麻烦 老车本来对此不感兴趣 而且 他爸硬是要把酒店给他弟弟 他只要出面 放弃继承 就好办多了 就是他妈妈的 那官不好过 当两人终于达成协议后 老车转头看到的是 空荡荡的座位 瞬间进入暴走的状态 他就知道会这样 为什么都要抛弃他 李浩正在商场里 慌忙逃窜 没多久就看到四处找他的老车 李浩慌忙中 躲进了安全通道 没办法 现在只能走楼梯 一瘸一拐的 一个不小心 绊倒一根管道 紧接就是哐郎一声 就在李浩挣扎起身时 发觉有人进入这里 不用想就知道 来人是谁 他赶紧起身往下跑 后面的人 一脚就踹上了他 李浩直接就滚了下去 只见老车 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表情很是猙獰 你如果现在 向我求饶认错 我想我可以试着原谅你 这个男人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逃跑 却轻易被囚禁 他的变态抓住 老车想不通 李浩为什么要逃 我对你不够好吗 帮你把所有的债务都还完了 还带你出来购物 你想买什么 我都给你买 我们这样相处 不是很好吗 李浩恐惧地瑟瑟发抖 但还是奋力地反驳 那都是你自以为的很好 我是怕你打我 我才什么都不敢反抗的 老车急忙白手表示 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好好过日子 对于他的承诺 李浩明显不幸 不可能的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怕你 你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 我无法做到 和你一起生活 老车仿佛听到一个笑话 帮你还债 好吃好喝供着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现在却来要求 我把你当人对待 但是 你能活出个人样吗 就算我现在 把你放了 你能填饱肚子吗 今天晚上 能找到住的地方吗 我给你这些东西 连感谢都不奢望 只是要求你 待在我身边 李浩失控的大吼 只要待在你身边 就这些 你能满足吗 难道不是想让我精神上彻底依赖你 你给我这些东西照顾我 是我想要的吗 不就是你想让我慢慢依赖你 离不开你 老车很是惊讶 原来 李浩洞察了这一切 但那又怎么样 这一切他说的算 见老车走神 李浩开始在地上摸索 还一边继续说道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但我真的很害怕 和你在一起 我感觉我都快疯了 我欠你的那些钱 我就是打一辈子工 也会还你的 你就放过我吧 老车烦躁地吐口气 现在和你说不通 在这里聊下去也得不出什么结论 我们先回家再说 说着就走向李浩做事 就要抓他 李浩握紧摸到的锤子 用尽全力朝老车砸去 却被老车一个闪身轻松堵开 这一下也彻底激怒了老车 我不是说过以后不会打你了吗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李浩根本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抡起锤子再次砸响老车 可是这一下依然没砸中不说 身上却有一阵阵电流通过 紧接着直接被电晕了过去 而老车一脸的阴沉 手里的电机器还闪着火花 没关系 我也从来不相信哥 这一下逃跑没成功 被抓了回去 等待李浩的是什么呢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逃跑 却轻易地被老车抓了回去 等待李浩的将是什么样的惩罚 老车刚回到家就接到妈妈的电话 妈妈控诉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本来就该是他的东西 却要拱手让给伤害他们的人 老车不想去争这些东西 何况他爸爸一直都不喜欢他 从没想过把公司留给他 这样只会加剧他妈妈的痛苦 可是他妈妈认不清现实 在他妈妈一再逼迫下只好妥协 以后不会再见那对母子 接下来的是妈妈会自己解决 说完这些是妈妈 又顺便催他结婚 不要像他爸一样 为所谓的爱情能抛弃一切 老车急忙搪塞过去 挂了电话异常地烦躁 走进洗手间 看着被他扔在地上 还在昏迷的李浩 他叫了几声贱人没反应 就走到他旁边蹲下来 你到底要晕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你最好赶紧起来 他开始用力推散着李浩叫他起来 可李浩还是没醒来的记性 不耐烦地他拎起李浩的头发 一把将李浩按到徐满水的浴缸里 突然的窒息让李浩瞬间惊醒 咕噜咕噜喝进去好几口水 就在他以为要憋死的时候 被老车捞了起来 李浩狼狈的样子并没让老车解气 凉不凉快 这下清醒了吗 李浩大口喘着粗气 看着老车的眼神中透着深深的恐惧 不知道这疯子要怎么对他 老车突然用力地抓紧李浩的头发 对着痛苦的李浩咬牙切齿地说 不是答应过我不会逃跑吗 你真是辜负了我的幸运 现在立马给我认错 李浩仿佛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 真是讽刺 凭什么要我认错 说到好像你信任我似的 你从一开始不是就防着我 随身带着电机器不就等着对付我吗 还要装出一副被辜负的样子 你别再恶心我了 然而还没等他话说完 再次被老车按进水里 窒息的恐惧让李浩本能地拼命挣扎 却没任何卵用 就在他感觉死亡逼近的时候 又被捞了起来 冰冷却不容置疑的声音再次响起 再给你一次机会 快点认错 只要你认错我就原谅你 虽然因为缺氧 浑身颤抖 但嘴上依旧不服软 想让我认错门都没有 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紧接着又是扑通一声 李浩再次被按进水里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呢 毕竟你可是我开心的圆群 既然这招对你不管用 那我们就换得更好玩的 男人从来没受过这么非人的折磨 成功地摧毁了他所有的意志 心甘情愿地被囚禁被训练 见李浩铁了心不愿意屈服 看来光是身体上教训是没用的 他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 他把水中的李浩拉了起来 拖着李浩扔到了床上 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 他找到眼镜重新给李浩戴好 抚摸着他的脸很是回味 你现在这个样子 很像我们大学时 你当讲师的样子 那时候我只能远远看着你 可是现在你却在我的床上 简直就和做梦一样 为什么你就不能好好听话呢 既然强迫你没什么用 我们就换个法子 老车细血地拿出一个不明物体 对着李浩一脸坏笑 你说我今天能不能听到 歌苦苦哀求的声音呢 紧接着就垮掉李浩的苦茶子 李浩顿时惊慌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超出李浩的认知 也超出他的承受能力 他终究受不住 不但屈服不断地求饶 按着老车的恶趣味 刷新一个又一个的底线 换来的却是老车更加肆无忌惮 也打开老车认知的心大能 进行了一整夜 李浩到最后受不住痛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老车紧紧抱着 是怕他逃跑吗 连睡觉都不放手 脚上的伤让他怎么逃 就算逃出去后 他一无所有 到时候也无法逃出他的掌控 算了太累了 不过这个疯子每次都说那样的话 是真的喜欢他吗 不然为什么对他这么执着 就当是爱情还能安慰下自己 如果不是他可能真受不了 不再想着逃跑离开的时候 李浩渐渐变得安分起来 会陪着老车吃饭睡觉 做老车最喜欢的燃脂运动 而在老车去上班的时候 乖乖的一个人看书看电视 看累了就睡觉 老车因此还嘲笑他进入老年生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李浩甚至已经忘记被囚禁了多久 这天老车下班回来买了很多东西 还买了一个草莓蛋糕 看着老车买回来的圣诞树 李浩疑惑的问圣诞节快到了吗 我来这里几天了 老车看上去很高兴 什么几天都几个月了 割住你生日快乐 见李浩满脸的不可置信 不管有多贵我满足你 李浩看他心情不错鼓足了勇气 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见老车脸色冷了下来 马上补充道 就一个小时左右 顺便吹吹风 见对方脸色越来越阴沉立刻认怂 算了我只是说说 那么李浩能不能再次出去呢 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 不光是圣诞节还是李浩的生日 老车答应满足李浩一个愿望 对于被囚禁傻了 都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李浩来说 唯一想要的是一个人出去走走 但是看着老车脸色越来越难看 就急忙改了口 我也不是太想要出去 知道自己没什么希望 李浩很是沮丧 表示自己累了想先去睡了 老车见此立马收起脸色试图挽留 今天是你的生日蛋糕也不吃吗 但李浩真的很难受并没迁就老车 我真的很累了 这蛋糕你自己吃吧 我记得你很喜欢吃这个 看得出李浩状态很不好 老车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待李浩离开后 老车拿起蛋糕气氛地扔进了垃圾桶 也不知道是生李浩的气还是自己的 为了让李浩开心点 第二天老车回来特意给李浩买了礼物 看李浩兴致缺缺的样子 老车催促他赶紧打开看看 李浩迟疑了一瞬 还是拆开了礼物 里面竟然是个笔记本电脑 见明浩呆愣的样子 老车笑着说 看你整天待在家里 不是看书就是看电视挺无聊的 所以就给你买了这个 就当是补你的生日礼物 见李浩还是没反应 你要不想要就算了 李浩终于反应过来 他只是有点不敢相信吧 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我会好好用的谢谢 说完就迫不及待去试试了 可能太久没有看到李浩的笑容 让老车有一点恍惚 下一秒便凑到明浩跟前 表示想一起做做运动 李浩急忙推开老车 这种事晚上在做 你先答应我一个请求 陪我出去走走 老车当然是不乐意的 但为了晚上的幸福 只好陪着李浩大冬天的 在外面吹冷风 可一连走了几个小时 李浩都没有要回去的迹象 不由抱怨起来 这么冷的天 你这一瘸一拐的 要走几个小时 有什么意思 在家里吹空调不好吗 我手都冻僵了 明浩难得呼吸到新鲜空气 也没有多了 是你不放心我一个人出来 非要跟着的 我还想再走一会儿 就在老车试图说服李浩和自己回去 却接到妈妈的电话 要他立马赶过去 妈妈有重要的是要和他说 老车没办法只能给李浩叫了辆车 不放心的和李浩交代 你自己先回去 一定要马上回家懂了 我先办点事 马上就会回去 当车子开出去后 李浩对着司机说 师傅麻烦不要开去那个地址了 老车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了家 却没发现李浩的身影 自己明明把他送上了出租车 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回来 难道李浩又逃跑了不成 意识到这一点 老车瞬间失去理智 从厨房里找了把刀 模样很是癫狂 既然我得不到你我就嘎了你 就在他拎着刀出去找人的时候 在门口碰到开门进来的李浩 老车急忙把刀藏到身后 满脸心虚地问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李浩晃了晃手里的菜 你做的饭太油腻了 不能天天都吃那个 所以我让司机在附近超市停了下来 去买了点菜 以后换我来做饭 老车处在一种患得患失的状态 为自己疯狂的想法感到的后怕 他紧跟着李浩又怕自己靠太近 当李浩突然要转身时 老车一个闪避不及 腿软地直接瘫倒在地上 对于刚刚的冲动老车很难释怀 他看着李浩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反思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 难道是因为在妈妈那里 受到的压力太大 但可也不至于想赶了他哥 这时李浩把饭做好了 招呼着老车快吃饭 老车才回过神 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让他很是惊讶 原来你很会做饭啊 李浩解释他以前经常独居 所以这种程度还是可以的 还顺带吐槽了一下老车的手艺 基本都是半成品细餐的 老车心不在焉地吃着饭 看到一旁包装带的logo 你是去的景江超市 敏浩点了点头 老车试探到没去别的地方吗 见李浩嗡了一声继续说道 那个超市旁边就是警察局 李浩嚼着饭说道 倒是经过那里我看到了 你都看到警察局了 为什么还回来 你不是一直想逃离这里吗 李浩气愤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 能不能好好吃饭 为什么要聊这种扫兴的话题 老车不死心地问 就算你不去警察局 我把卡都给你了 你可以逃到任何地方 为什么还要回来 李浩叹口气 我逃了你就能放过我吗 再说我能去什么地方 除了这里还有谁能收留我 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老车开怀地大笑起来 他突然上前抱住敏昊 你能回来我真的很开心 就算因为无处可去 才回来我也开心 见李浩挣扎着要推开他 我什么也不会做 就让我抱会儿 可这时候男人的话 是不可信的 李浩明显赶到后花园 被东西顶着 老车见原形毕露 只好保证就一次 不过是男人的话 骗人的鬼而已 等待李浩 是一次又一次大战 不过李浩真的被驯服了吗 心甘情愿留了下来 老车做梦都想驯服李浩 可是他再怎么努力 李浩每次梦回时 嘴里都喊着 是他前女友兜娜的名字 这让老车感到窒息和绝望 他该要怎么办 才能让他哥心里只有他 次日清晨老车一睁开眼 发现身边没了李浩的身影 难道是李浩又逃跑了 吓得他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上 就冲出了卧室 却看到李浩 正在厨房坐着早餐 李浩看了眼摔倒的老车 大清早的 你又在抽什么疯 老车对此也是很无语 吃过饭后李浩 见他还悠哉悠哉的 你还不去上班吗 都快十点了 这话成功激怒了老车 你怎么老是希望我尽快去上班 就这么不想看到我吗 李浩立刻反驳 你不是老板吗 我只是为你公司担心而已 听了李浩的狡辩 老车还是觉得李浩 就是想赶他出门 李浩也懒得再多废口舌 我就不该去搭理你 说完就自顾自地打开电脑 见李浩真不理他了 老车顿时不自在起来 时不时地偷瞄李浩 还真把他当空气了 为了缓解气氛 老车拿出珍藏的红酒 可喝点酒吗 李浩表示一上午的喝什么酒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但一看到是三十年的 立马改了主意 毕竟他还没喝过这么好的酒 好酒就是好酒还真是好喝 不知不觉一杯就下肚了 见李浩最熏熏的 老车赶紧开始套话 刚才用笔记本在做什么呢 李浩表示看看 有没有翻译的工作可以做 老车顿时恼火起来 为什么要去找工作 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 你是不是想赚了钱逃跑 李浩也不淡定了 我说了我不会逃跑 因为我不管怎么努力 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老车见李浩生气 立刻软了下来 你不联系你爸爸吗 提到爸爸李浩很是失落 从小和爸爸的关系就不好 上大学都是他自己贷款上的 后来考研怎么也凑不起钱 不得已动用了他爸的赔偿金 因此他们关系就降到了冰点 老车替李浩不值 怎么没找他要他一定会给他 李浩很是无语 那时候他们又不是很熟 怎么可能去找一个大学同学要钱 老车突然拍了拍头 不对那个时候 我应该去留学了 这下李浩来了兴致 他本来就对留学出国很是向往 而老车看他难得聊得这么开心 把他在美国留学的丑事都讲给他听 什么炮把打架了 什么和金发女人滚床单了 还因此挨了刀子 李浩酸溜溜地说 有的人连国都没出国 你留学都是为了干这事 看到李浩失落的神情 那你连飞机都没坐过 我和你讲以后坐飞机不想丢脸 你一定要记住 坐飞机前一定要脱了鞋才能就坐 然后把鞋放到座位上面的隔板里 听他胡扯李浩咯咯咯地笑起来 你当我是傻子吗 见到李浩这样老车也高兴起来 那等夏天怎么样 我们去纽约或者巴黎 你有没想去的地方 李浩却摇摇头 等到夏天 那时候你可能就厌倦我了 老车很是不解你说什么呢 李浩表示 反正你和我算是包养的关系 等你玩够了也就结束了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回到最开始的样子 老车望着已经睡着的李浩 最开始的样子 不就该是现在这样吗 最近忙着增加族企业的继承权 以至于老师不能按时回家 老车想了又想 最后还是带着李浩出来 买了部手机给他 让他在家无聊了可以联系他 听着老车的交代 李浩不耐烦地说 别再啰嗦了我知道了 不过 我有事先跟你说下 我找到一个翻译的工作 老车顿实脸就垮了下来 不是和你说了 你没必要去工作吗 要是需要钱的话 我会给你 你就乖乖地待在家不好吗 李浩摇了摇头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一个人在家待着也很烦躁 这样下去 我迟早会出毛病 又不是需要出去上下班 就是在家里待着 你就别管我了 老车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太了解李浩了 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很投入 到时候就算他在家 他哥也不会搭理他了 见老车这样李浩 拿出杀手锏 这样好不好 到时候 我拿到的第一份工资 给你买礼物 听到礼物老车立刻两眼放光 现在就想知道 哥会买什么给他 李浩很事无语 还没引的事 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上 就算这样老车依然很高兴 没事他可以慢慢等 真不想和他哥分开 但今天有个应酬 他必须要去 只能让李浩自己先回去 千交代万交代 一定要打电话给他 老车见的是两位公司的董事 但也架不住老车的心不在焉 让他哥工作真的能行吗 到时候 会不会想办法离开他 他不停地看向一旁的手机 生怕会露接到李浩的电话 可是这么久 他哥也没打过电话给他 他越想越不安 很没礼貌地打断 两位董事进的酒 就急忙出去给他哥打电话 更让他意外的是 李浩的电话却在通话中 他的手机今天才买的 到底是和谁在通话 在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拨打中 电话终于接听了 你刚才到底在和谁联系 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李浩刚刚接到的是出版社的电话 那边建议他翻译小说之类 可自从他抄袭那件事后 他就没脸做小说之类的了 所以现在心情很糟糕 他语气不善地说 是应聘翻译的出版社打来的 你到底怎么了 电话可以晚点接 你怎么这么情绪化 没什么事就挂了 最后两人不花散 老车憋了一肚子的气 当晚上老车回到家时 李浩已经睡了 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很正常 哥也答应他不会逃跑 为什么他还会这么坐立难安 明明已经拥有了李浩 心里的不安却在逐渐扩大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老车醒来的时候是被冻醒了 昨天太烦闷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望着一旁正在专心工作的李浩 顿感委屈却只敢小声地抱怨 冷死了也不给我批个被子 你在忙什么呢 而李浩看都没看他也 我还在工作 冰箱里有吃的 你自己热下先吃 我把手上这点工作做完 听了他的话老车很是失落 吃过饭后又躺回到沙发上 时不时偷瞄李浩 可李浩就拿他当空气一般 他只好顾忌重施 拿出一瓶更好的红酒 可这招并不管用 因为那边等着硬刷出海报 所以李浩今天必须要翻一文 可老车好不容易能休息 好说歹说他哥都不愿意陪他 这时一个电话 却轻松叫走了他哥 老车不由吃味起来 什么电话还要背着他 还要跑到卧室里去接 于是就悄悄地走到门外偷听 原来是出版社那边打来的电话 想要说服李浩去翻译小说 对方的热情让李浩不知道怎么拒绝 就把以前抄袭的是说了出来 但那边说李浩既然这么坦诚 相信他后面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 但李浩还是迈不过心理那道感 说要考虑考虑 一出门就发现门口的老车 顿时不悦 老车却阴阳怪气地讽刺道 看来哥对永勋哥做的是很在意 这下戳到李浩的痛点 像老鼠一样偷听别人讲电话有意思吗 老车被忽略这么久一肚子气 你做了这样的事 还要做小说相关的工作 你的脸皮可真够厚的 被老车一阵冷嘲热讽 李浩的心情降到冰点却无言以对 见他不说话老车赶紧劝道 哥要不辞了这个工作吧 他只会让你想起以前不愉快的事 我们又不缺钱干嘛非要受那个罪 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李浩强压的情绪一下被激怒了 我做这些不就是想还你的债 只有这样我才能摆脱你不是吗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厌倦我 我不想一辈子都要和你绑在一起 老车不敢相信 明明这段时间他们相处得很好 可谁知李浩出言嘲讽 你要搞清楚是你囚禁了我 是我想和你住在一起的吗 你打断了我的腿也不让我出去 除了你外界的人际关系我一点都没有 没错一开始我是因为钱才找上你 但我想要过我自己的人生有错吗 老车好像被重锤敲了一下 你想要的生活没有我对吗 李浩不甘示弱的说没错 老车突然大笑起来 看来是我对你太好了 好到你都看不清自己的处境了 然后一把就将李浩按在桌子上 夺过他的手机 直接打电话过去 把李浩的工作辞掉 紧接着直接用力地摔在地上 手机瞬间被摔得四分五裂 果然你就不该有这些东西 李浩就这么想逃离他吗 这个事实瞬间让老车发了疯 不顾李浩的挣扎反抗 把他死死地按压在桌子上 夺过李浩的手机 几句话就把李浩的工作整没了 而手机也落得个四分五裂的下场 他哥就不应该有手机这些东西 看着碎掉的手机 李浩崩溃地跪在了地上 你知道我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 才能重新迈出这一步 我也努力地去多理解你 试着妥协让步好好和你生活 现在却换来这个结果 老车仿佛听到一个笑话 妥协让步 就像你说的那样 是我强迫囚禁了你 是我让你过不了想过的生活 我终于知道最近为什么这么不安了 是我对你太好了 你最好收起还钱离开的念头 乖乖待在我的身边 李浩觉得可真是讽刺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下去 总有一天我会爱上你 真是可笑 你以为每天睡在一起就是恋人吗 你这个让人恶心的家伙 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 你的不安 难道不是你也看清了这一点 怎么不说话了吗 被我说中了生气了 不是不在乎我的心吗 那我就是讨厌你也无所谓不是吗 老车一脸的阴沉 不错我是喜欢你 你别以为我会任你摆步 我看你是看不清自己的处境 你是我的 只要我愿意你永远别想离开着 李浩凄惨地笑道 是吗 那我要是自杀了呢 到时候 你是要抓着我尸体不放吗 不过那也随便你 反正我宁愿死 都不愿意和你这个人扎在一起 被李浩的话一次机老车彻底失了空 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再次回过神时 手里拿着一个破了一半的酒瓶 而他哥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 他忍不住地恐惧害怕 好像要失去自己的生命一般 还好他哥没事 只是皮外伤 家庭医生给李浩做了诊治包扎 等医生离开后 老车看着还在昏迷的李浩 当时他是怎么了 竟然会失去了理智 他明明知道的 他哥一直想离开他 也不会喜欢上他 以前他哥讨厌他没关系 可是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 他想要的越来越多 感情也在不断地扩大 不想再看到他哥讨厌他的样子 可是他该要怎么做呢 应该告诉他哥他爱他吗 然后等他回头能看一眼自己 不对那样不会的 要不是他监禁他哥 他哥根本都不会待在他身边 所以他也没办法 至少这样不会失去他哥 只要他哥在他身边 不就还有希望吗 李浩再次醒来时 只感到头痛欲裂 但他最先关心的是他的工作 翻译的产品手册 他让老车赶紧去给他找笔记本 老车不忍地提醒他 已经过了时间 李浩突然愣住 痛苦的记忆顿时涌入脑海 紧接着泪水奔涌而出 老车被他这仗势下呆了 这种事有什么值得哭的 可不管老车怎么劝 都没法劝住李浩 反而是哭得越来越伤心 老车被他哭得心烦意乱 本想吓住他就扯着他大声吼 我让你别哭了 可当他看到李浩那绝望的神情时 瞬间如雷击一般 他无力地放开李浩坐到一边 一直到很久 李浩才哭累了 开始抽气起来 老车叹口气 冷静下来了吗 你要是真想做小说翻译的工作 那就继续做吧 你到我公司的出版社 我给你安排得好好的 但就算工作也不能独自外出 你欠我的那些债也不用你还 可李浩却直接拒绝了他 还是算了 这下老车意外了 你不是因为没了工作 才哭得这么伤心吗 现在干嘛要拒绝 李浩仿佛失去了希望 死气沉沉地说 太麻烦了 现在就这样吧 老车皱起眉头 刚想要说什么 李浩直接赶人 我不舒服想睡坏 晚点再说吧 老车立刻紧张地询问他 哪里不舒服 可李浩已经闭上眼 摆明了不想再交流 老车只好走了出去 刚关上房门 里面就传来压低的哭泣声 原来工作还债 对他来说这么重要 可是这些都是为了离开他 他应该让他去做嘛 他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以前因为哥哭泣的样子 很吸引人 就想着把他弄到手 让他哭得更大声些 可刚刚看到他哭得那么绝望 他真的害怕了 算了等他哥身体康复了 他想干什么都尽量满足他 就是想去工作也可以 到时候 他也一定为他打气 尽最大可能支持他 几天后老车带李浩来到医院 院长也就是老车的家庭医生 给李浩检查了一下 伤口愈合得很好 没什么后遗症 就在护士带李浩拆线的时候 医生叫住了老车 问他的继承权征的怎么样了 他接待那两位董事 对他印象很不好 让他多上点心 也整天围着一个男人转 毕竟他这个愿者 可是老车一手扶持起来的 他们现在在一条船上 老车懒得听他在那唠叨 他赶紧得去看看 他哥线拆的怎么样 要怎么样才能得到他哥呢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 老车看到李浩头上 留下的疤痕 心里愧疚不已 拆线的地方还疼吗 见李浩摇了摇头 既然出来我们去吃点好吃的吧 李浩却说不用 老车又赶紧提议去购物 或者去兜风 有什么想去的地方都可以 李浩依然淡淡回了句不用了 这下老车直接爆发了 他停下车质问李浩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可你那是什么态度 就算这样李浩还是爱答不理 老车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 一把就掐住了李浩的脖子 我都是为你着想才问你了 你就这样对我 以前打你是我不对 我已经很努力在改了 或者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 我是喜欢你不错 你别以为你就高高在上了 就可以把我踩在脚底了 你就是想让我看你眼色 怕被你拒绝被你抛弃吗 你想都别想 手上力气越来越大 就要窒息 老车突然惊醒过来 原来是个梦啊 昨天回来时他哥说不想去 他忍了忍 还是带他哥直接回家了 回到家依然是不冷不热的 所以他就一个人先去睡了 可能这段时间受尽了冷落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 这么晚了他哥怎么还不进来睡 他赶紧起身跑到客厅 却发现李浩喝了不少酒 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小心地把李浩抱回房间 这样的哥显得格外的怪 他抚摸着李浩的脸庞 酒量不好还要独自一个人喝 由于李浩受伤最近都没运动 老车不由开始心痒起来 没想到却把李浩弄醒了 醉醺醺的李浩并没推开老车 反而热情地抱住了他 次日李浩一醒来 就感觉浑身刺痛 而老车一脸满足地抱住他 哥昨晚真的很棒 不用想李浩就猜到昨晚发生了什么 你对一个喝醉的人也吓得去手 昨天李浩的热情让老车很高兴 怎么一大早就翻脸不认账了 昨晚明明是哥主动的 你还一直纠缠 你难道都忘了吗 老车就算说破嘴皮子 李浩也不会相信 就算有那么回事又怎么样 喝醉的人做的事 你也能当真 老车真是要被气哭了 无认账也没关系 只要李浩哥不离开我就好了 从这以后 老车每天回家 迎接他的都是喝得烂醉的李浩 但是这样的李浩一点都不讨厌他 反而对他很是热情 这一点让他很是开心 但时间久了李浩的身体也吃不消 老车的不安又开始强烈起来 李浩现在每天都是醉生梦死的 试图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老车回到家看到这样的李浩 忍不住地关心 饭吃了吗 李浩却答非所问 我没喝醉就喝了一点 见他这样老车很是头疼 这段时间都忙着继承权那点过失 但也不能放任他哥这样下去 哥是因为失去了翻译的工作 才喝酒的嘛 见对方并不承认他继续说道 我是说真的 你要喜欢那个工作 我会帮你的 以后我保证再也不妨碍你了 李浩却满不在乎 我对那些没什么留恋的 除了抄袭那件事 本来就不应该在那个圈子里待 是我痴心妄想了 老车满脸的心疼 谁都会犯错的 这不是什么大事 李浩缓缓地说道 我以为凭自己的才能一定能做好 可根本就没搞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所以该是我放弃的时候了 听了他的解释 老车看着桌上的空酒瓶明显不幸 那个为什么每天都要喝得最熏熏的 李浩却反问道 你不喜欢我喝酒吗 这一下把老车难住了 他当然喜欢他哥喝酒了 只有这样他哥才会主动亲近他 他怎么可能不喜欢 但每天都喝酒 他怕李浩身体吃不消 李浩满不在乎地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你不反对我喝就行 只有这样和你相处起来才会很舒服 老车简直受宠落惊 真的吗 哥是为了和我相处才喝的吗 见李浩点头 他高兴地一把扑倒李浩 我真的希望哥能和我多些话 因为没有人能和我相处的来 虽然每天都出去应酬 他们没一个是我能信任的 但是哥不一样 哥是很简单的人 一眼就能看懂 高兴的时候就笑 悲伤的时候就哭 所有情绪都在脸上 我真的很孤单很需要你 所以哥也尝试需要我吧 我真的很爱你 李浩并没推开老车 一场燃脂运动在所难免 再次醒来李浩又是浑身刺痛 对于这种情况 他早就见怪不怪了 还好昨天又喝断片了 看到还躺在床上睡觉的老车 头皮一阵发麻 酒瓶向他砸来的记忆在眼前盘旋 这个点还在睡觉看来今天不上班 岂不是要和他待一整天 李浩急忙从酒柜拿出一瓶酒 必须尽快灌醉自己 如果清醒的时候和那个家伙说话 总有一天会被他打死的 当老车起来时看到的又是一个罪过 他做好早饭叫李浩起来 李浩却一脸嫌弃 你做的都是什么东西 老车却一脸委屈 跟喝醉了我只会做这样的 李浩不淡定了 这都不是厨艺的问题 全是西餐半成品的 老车对此也很无奈 小时候妈妈很忙都是带他到店里吃 那里的厨师只会做意大利面之类的 听他这么说李浩又开始羡慕 他上大学后才第一次吃到意大利面 老车却很失落 他也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但没人做饭给他吃 从小莲陪他吃饭的人都没有 不过现在有哥陪我真的很开心 有机会这么心平气和的和他哥聊天 老车真的很是高兴 就算表明自己的心意 也没看到对方那种鄙夷的眼光 不由得越说越起劲 谁能知道我会喜欢上哥呢 当初哥在大学的名声并不好 不过那群人都没眼光 哥这么好他们却在背后骂你 不过哥当初那自卑的性格 是不怎么讨喜 可想哥也没什么朋友 还以为哥会很容易被我搞定 我想只要哥身边只剩下我 就会依赖上我 李浩骤起眉你又在说什么话 老车顿了顿 哥这种人应该会很孤独吧 我以为哥会离不开我 没想到最后是我离不开哥 没有哥我想我会活不下去的 我真的很爱你 李浩无语的捂住头 怎么这么快清醒了 早知道就多喝点 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尴尬的场面 就在这时老车的手机响了起来 这下李浩仿佛看到了救星 而老车却看一眼就直接挂掉了 李浩着急的问为什么不接电话 老车表示今天是休息日 朋友打来的肯定是约我去喝酒 他们经常去的酒吧就在这附近 所以每次去都会约上我 烦都烦死了 李浩听到酒吧这个遥远的词汇 不由感伤起来 我以前也经常去酒吧喝酒 不过我都快想不起来了 于是没多大的功夫 李浩就被老车带进了酒吧 李浩才开始有点怯声 在老车的带动下很快也放开了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着 李浩很快注意到 四周的人时不时地偷看他 这让李浩很是疑惑 老车却说别管他们 这家酒吧是会员制的 大家彼此都认识 他们只是好奇我带来的人是谁 接着老车找酒保要了好东西 拿起来看看的确是好货 李浩好奇问是香烟吗 老车笑了笑要不要来一根 这个可比喝酒更舒服呢 李浩顿时明白他的意思 你是在向我提意见吗 老车沮丧地叹了口气 你要是不喜欢点点下韭菜也行 见李浩拒绝 我该怎么办 这段时间你除了睡觉都在喝酒 我很担心你的身体 我也不是不喜欢搁喝酒 只是少喝点 李浩无话可说 最后还是跟着点了一根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这东西还真让他觉得很开心 是因为他贵的原因吗 这时有三个人走了过来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喝酒都不叫上我们 你旁边这位是谁啊 老车被他们撞见也是尴尬 可能因为工作忙没注意到 这是我大学时很好的朋友 所以就约出来喝一杯 难得见他哥有这么开心的时候 酒吧里却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这几人还没一点眼力尽 还想邀请他们一起喝酒 老车想都没想直接要拒绝 我们喝得也差不多了 而且一会儿还有点事要谈 李浩却突然凑上钱 我觉得我还能再喝点 其中一人见状急忙坐到他身边 抛出自己身上的烟 不要抽那个抽抽我了 这个感觉会更好点 李浩立刻笑嘻嘻地接了过来 老车看到这个场景 很是恼火 恰巧有人搭着老车的肩膀 听说你正准备继承家族企业了 老车用力捏住肩膀上的手 我要是假装说不认识你们 你们的父母明天会不会领着你们 让我好好教育下你们呢 几个人这才发现老车的不怨 顿时不安起来 朋友之间不至于这样吧 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吧 李浩也跟着起哄 是有点过分 见这样老车也就没再说什么 但也很快地散了场 朋友悄悄地找李浩要联系方式 李浩很无奈地说 他没有手机 老车以后也不会给他买手机 朋友很是惊讶但很会来世 把自己的手机塞进李浩兜里 我把我备用的手机借给你 以后我们可以常联系 坐上车后老车突然问 今天开心吗 李浩愣了下 嗯挺有意思的 老车突然变了脸色 你也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今天就先放滚 以后再笑嘻嘻地去接别人的东西 我就把你的双腿都打乱 听着老车的警告 李浩紧张地捂住口袋 晚上等老车睡熟后 李浩悄悄起身躲进洗手间 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手机呢 现在整得他坐立不安 是想做什么呢 难道还是想摆脱掉那家伙 要是被他知道会不会被打死 要告诉他吗 可真的要和他一直这么生活下去吗 每天都过得如履薄冰 可是他又该怎么办 就算出去他该干什么 没地方可去也没人在乎他 他反复摸着手机 突然让他想到一个人 总是可以的吧 就算听听声音也好 随着嘟嘟的几声电话接通 李浩压低声音 喂爸爸 是我我是李浩 然而好一会才想起一道冰冷的声音 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不是发短信给你说了吗 我再婚了以后就不要再联系 紧接着电话就直接被挂断了 半夜老车被光当的声音惊醒 他急忙出去查看 就看到李浩站在酒柜前 地上是打碎的一瓶红酒 老车顿时恼火 大半夜你又要喝什么酒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李浩这一下彻底绷不住了 泪水夺框而出 我就是觉得很孤独 老车呆愣了几秒 李浩看上去真的很悲伤 他上前紧紧抱住李浩 以后我都会陪着哥的 不会丢下哥孤单一个人的 爸爸的无情让李浩彻底地崩溃 而唯一给予他温暖的 却是这个囚禁了他的 老车贴心地照顾了李浩一晚上 一大早助理都催了好几遍 今天的行程非常重要 他只能让助理尽力脱连 直到李浩清醒过来 让他赶紧去上班 不要在意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可看着李浩那种没落的神情 他知道不能让他哥一个人待着 可今天的行程很是重要 老车犹豫了半天 最后还是他哥比较重要 把手机直接关了机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多 李浩疑惑地问你不去上班吗 老车无所谓地说 没什么大事明天去也宴 说说你想吃什么 可当听到李浩要吃大酱汤时饭了满 最后只能李浩来教老车走 老车把包好的洋葱递给李浩 李浩就开始教他怎么欠 期间老车想尽办法去逗李浩开心 可是都没什么用 他想到昨天晚上他哥说很孤独 本以为只有这样 他才可以趁虚而立 总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可为什么现在 他也感到很是孤单呢 一旁的李浩却压抑不住开始流泪 老车见状立刻紧张起来 而李浩却说因为洋葱太辣眼睛了 老车这时也流下了泪水 是啊 可能是洋葱太辣了 虽然洋葱背了锅 一顿情绪的宣泄 好在气氛终于调整过来 他哥真是可爱 老车由于没有去上班 很快被妈妈叫了过去 二话不说上来 就是一个大逼斗 控诉他为什么这么不上心 是要让小三的儿子 把家产都抢走吗 说到最后妈妈 让他找人联姻 听到这里老车也彻底摊开了 他不会和任何女人结婚 他也不想去增加产 他连妈妈的公司也不想继承 以前都是按妈妈的意愿去做的 即使那时候 他有很喜欢的人 让他去出国留学他也去了 所以现在他想放弃 妈妈气得本来想打老车的 看他这样始终没打下去 最后双手捧住他的脸 不要这样说 你知道的我怀你的时候 你爸爸就离开我了 可我还是生下了你 我这一辈子够失败的 把自己活成了的笑话 我不想我儿子也是个失败人 你要是都不站在我这边 你让妈妈怎么活啊 要不想结婚咱们不着急 后面的是妈妈给你安排好 你只用把心声空出来就行 面对妈妈的苦苦哀求 老车最后还是妥了些 回到家后李浩 果然又喝醉了 他叫醒李浩 你别总睡在这里会不舒服 我买了醒酒的 让你吃完再睡 本来想天天陪着你 让你没法喝酒的 以后要少喝点酒 等我碰闲了 就陪你把酒戒了 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 李浩喝完要一领默然 你不用管我我心里有数 看他这样老车很是心疼 就把钱包车钥匙递到他手上 要是觉得无聊 就出去吹吹风 转换下心情 李浩惊讶地问他什么意思 你是同意我出去吗 老车叹口气 你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买你想要买个东西 但是天黑了必须要回家睡觉 老车终于不再求禁李浩 给了他钱包和车钥匙 在李浩这种绝望的情绪下 老车的关心 的确让他感到了温暖 可是这需要他感恩戴德吗 真是太搞笑了 他把他当宠物一样圈养的家里 由于没时间照顾 才允许他外出的 他不懈地把钱包扔到桌子上 掏出藏在沙发缝里的手机 开机后发现那人给他留的短信 让他有时间找他们玩 但他现在一点也不想出去 他只想要喝酒 事业也好成就也好 都仿佛离他那么遥远 为了不让自己在清醒的状态下 意识到自己的可悲 李浩拼了命地灌醉自己 结果未受不了提出了抗议 让他不停地干呕抽疼 这下让李浩萌生了更危险的念头 是不是打开那扇窗户跳下去 他就不用这么难受了 另一边老车看着手机上的定位 看他哥没出门就知道又在喝酒 现在也只能先这样吧 毕竟说实在话 他也不放心他哥出门 他并不信任他哥 他还是怕他哥逃跑 所以还是在钱包里放了定位卡 只希望赶紧完成妈妈的任务 也好有时间回去陪他哥 到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接下来这段时间 李浩睡着后老车才回来 等李浩醒来的时候老车就离开了 不是每天他是在沙发上睡着的 早上却在床上醒的 他都以为老车都没回来过 真有这么忙吗 本来以为见不到他很自在 可是他真的特别想找人说说话 他都忘了上次和老车说话 是什么时候了 一个人待着老是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真的太痛苦了他快要疯了 他掏出手机想给老车打个电话 但想到老车如果知道他藏了手机 会不会打死他 无所谓的他现在很想听到老车的声音 可是鼓足勇气拨了过去 对方的电话提示已关机 这让李浩陷入了绝望 所有的人都抛弃他了吗 连老车也不要他了吗 就在快要崩溃的时候 一声手机的响铃打破这一死计 李浩还以为是老车的电话 没想到却是这部手机的主人 怎么不回我信息啊 是不是很忙 虽然不是老车 但有人和他说话 李浩很是开心 他急忙表示自己一点也不忙 而那人直接说不忙就出来喝一杯 就上次那个酒吧 李浩现在就想有人陪着自己 想都不想就直接答应了 如果知道会被多人做燃脂运动 他怎么也不会去那个酒吧 由于老车太忙早出晚归的 李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长时间的孤独让他越来越忧郁 所以当手机的主人约他出去喝酒时 他二话不说的就答应了 几个人对他分外的热情 李浩几乎都没有这样被人捧着 让他很是开心 几人表明想和他做朋友 以后常来往 通过介绍李浩了解到 这几人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 家里的人不是有权就是有钱 因为上次老车对李浩很亲近 几人都好奇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李浩却表示他只是农民的儿子 他们都以为李浩在开玩笑 是不是从事农业方面的生意 李浩却摇摇头 就是帮人干活的农民 看他说得这么认真 几人瞬间就觉得不对劲了 你不是和车在京关系很好吗 能不能也让我们加入你们一起玩 李浩实话实说 他应该很忙 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最后几人试探地打听老车公司的事 李浩更是一无所知 几个人就到一边合计了下 他不会就是车在京找的一个小鸭子吧 模样长得到很是俊俏 还说很长时间没见到车在京了 对车在京的事业一点都不了解 应该是被玩腻了吧 几个人瞬间有种被骗的感觉 他们很不客气地逼近李浩 你爸爸真是农民 车在京怎么可能和农民的儿子交朋友 是为了钱财跟着在京的吧 这一下还真被几人说中了 李浩无力反驳 见他默认几人气不打一处来 气愤地把李浩按倒在沙发上 打着车在京的幌子 竟然敢在我们这里骗吃骗喝 把我们当猴耍是不是 今天必须让你付出代价 不是喜欢卖吗 我们今天成全你 说着几人就开始要扒李浩的衣服 李浩拼了命挣扎 好不容易挣脱几人的钳制 眼看就要逃走的时候 却被一人抓住了受伤的脚踝 顿时就是一阵钻心的刺痛 他就这么摔倒在地上 男人也看出了李浩的脚踝有问题 开始用力扭动 李浩害怕地哭出声来 求你们不要这样 却换来的是拳打脚踢 怎么卖给车载金就可以 我们就不行 给我们装什么金贵 你这衣服也是车载金买给你的吧 就你一个农民的儿子 一辈子都买不起 像你这种出来卖的装什么情报 李浩想要说不是这样的 可是一开始 的确是因为钱财找上老车 脚上的刺痛让他不敢反抗 他真的被打怕了 于是他自暴自弃地说 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们先付钱 其中一人爽快地套出一塌钱 扔到他身上 早这样不就对了非要挨顿打 这下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看家本领吧 李浩在酒吧里被三人联合起来欺负 等老车赶到的时候 黄花菜已经凉了 老车刚开完一场股东大会 就掏出了手机 上面有个位阶来电 不过是个位置号码 他没有理会就直接打开李浩的定位 却发现李浩不在家 而是在之前带他去过的那间酒吧 老车立马变了脸色 那个酒吧是会员制的 他不可能进得去 到底谁把他带进去的 老车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个酒吧 却看到那么不堪的阴影 这几个畜生 竟然敢这么对待他哥 这让他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几人赶紧穿好衣服 见老车这副表情立马解释 本来想叫你一起玩的 知道你很忙 然而话还没说完 老车就抄起一个灭火器砸了过来 另一人急忙阻止 车在京你疯了吗 有什么我们好好说 你现在是关键时期 有必要为个小鸭子得罪我们三家吗 可无法阻止灭火器砸向他们的速度 几人才知道害怕不停喊着旧梦 可老车就像魔症了一般 就在这时响起李浩的声音 住手吧 要出人命了 老车终于停了下来 你都这样了还担心他们 李浩满脸的泪水 我只是太累了你先送我回家吧 这下老车彻底清醒过来 慢慢放开他们 老车扶着李浩把他送回了家 回到家李浩就像什么没发生一样 我先去洗个澡 老车憋了一肚子火 猛地把他按在墙上 可为什么会在那里 为什么和那帮家伙在一起 是你自己找上去的吗 李浩却不想多说 我很累了明天再说 可他这种态度更让老车崩溃 见老车是不打算放步自己 李浩才说 是他们邀请我喝酒我才去的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那种事情 那你不会跑吗 你为什么不跑 李浩却猝不及防地笑了起来 干嘛一副世界末日的表情 我那副样子有什么可惊讶的 反正卖给你和卖给他们都一样 我同样也收了他们的钱 不要再烦我了我要休想 老车不敢相信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怎么能一样他们那样对你 我亲眼看到他们打鸽 李浩却继续刺激这老车 你和那些人有什么不一样 囚禁我殴打我 把我的自尊踩在脚底下 你告诉我 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老车一巴掌就甩在李浩的脸上 李浩却像感觉不到痛那样大笑起来 老车也不敢相信自己又打了李浩 他不停地道歉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打你的 我不想这样的我感觉我要疯了 这下李浩的泪水奔涌而出 你和我说对不起 如果你觉得抱歉的话 就不应该责怪我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去那里 当时你又在哪里 你以为我喜欢朝那些混蛋张开捅吗 就是你打断的那只人 所以我跑不了啊 这能怪我吗 那些家伙问为什么能卖给你 他们就不行 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没错 所以我接受了 都是你毁了我让我逃不掉 现在却在这里指责我吗 都是他的错 是他害了他哥 不是因为他打断了他哥的腿 他哥也不会遭遇这些事 他就是太想得到他哥了 老车痛苦地跪在了李浩面前 都是我错了能不能原谅我 我真的很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 求求你也看看我 试着爱我好不好 看着苦苦哀求的老车 李浩现在一点也不相信 但凡老车有一点喜欢他 在他最孤独的时候 也不会想垃圾一样 把他扔在一边 他现在就想洗澡睡觉 可老车却想要帮他洗 看着老车那哀求的眼神 最后还是同意了 洗完澡后两人睡在床上 老车一直在低声地抽气 倒得李浩也无法入睡 别哭了你把我后背都哭湿了 可无法止住压抑的哭泣声 和一声声对不起 第二天李浩一大早醒来 就看见老车在收拾行李 他疑惑地问老车在干什么 老车笑着说 我还想着叫你起床呢 这下好了 我东西都收拾好了 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现在天气也暖和了 我们去海边玩 李浩很没兴致地拒接老车 我很累我不想去 老车立刻改了口 因为家里出了点事 想出去多几天亲近 不需要多久一个星期就可以 李浩脱口而出 是因为昨天你打的那些家伙吗 他们家都和你们家族有着来往 老车却无所谓地笑笑 不是的你没必要操心那些事 李浩犹豫了下 最终点头同意了 这下老车才松了口气 看着手机上几十个未接电话 妈妈肯定又要对他失望了吧 转眼两人就到了 面朝大海的海景房 打开窗户就能看见蔚蓝的大海 老车兴奋地拉着李浩去看海 他相信美丽的风景 会使人心情变好 老车真的希望他更能开心点 可是好像并没什么用 李浩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 老车沉思了一会突然说 哥想不想和我一起去国外 找一个温暖的地方 我们一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李浩就像没听到一样 他找到酒柜翻出里面的啤酒 打开就往嘴里灌 老车立刻劝道 你饭都还没吃怎么就开始喝酒了 李浩并没搭理他 他还想上前劝说 却看到李浩拿着酒瓶的手 在不停地抖动 老车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着急地问你的手 从什么时候开始抖的 见李浩不承认 就要阻止他继续喝酒 李浩却突然发了火 我口渴我要喝酒 你给我放开 见李浩情绪又激动起来 他不敢去刺激李浩 李浩整个人神情看着都不对 老车只能干坐在那里 看着他哥一瓶接着一瓶喝 他却很无力 一点办法都没有 李浩发生了那样的事 老车一点也不敢去刺激他 他更是无法阻止他哥喝酒 一直等到李浩喝醉之后 才敢小心翼翼把他抱到床上 他躺在李浩的身边 轻轻抚摸着他的脸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而本来以为睡着的人突然说 你要摸到什么时候 这下老车急忙收回了手 对不起 我以为你睡着了 李浩皱着眉筒 你大半夜不睡觉的在干嘛 老车缓缓呼出了口气 我只是有点担心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我希望哥能告诉我 有什么事我们一起解决好吗 突然李浩一个翻身 直接骑到老车的身上 我们做运动吧 老车被惊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想阻止李浩 却被李浩用行动堵住了嘴 眼看苦茶子都要不饱了 他急忙抓住李浩的手 可为什么这么突然 李浩冷哼了一声 什么叫突然以前不是经常做吗 还是觉得自己的玩具被别人玩过 已经肮脏不堪了 老车连忙否认 李浩却直接捂住了老车的嘴 不是的话就不要动 别说一些没用的话 接下来老车见到了 在清醒的状态下 对他非常热情主动的李浩 他哥是不是已经开始接受他了 等老车睡熟后 李浩悄悄地坐了起来 就在他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衣角被老车紧紧地攥着 他想到方才老车说的话 你是我活下去的意义 我不能失去你 所谓活下去的意义 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 何况他现在太累了 他拽出自己的衣角 别挽留我 现在的我 不想被你留住 总之还是要谢谢你 至少让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爱着我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听见有人在叫自己 李浩睁开了眼睛 眼前竟然是自己的前女友都娜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而都娜却是一脸都微笑 还没睡醒啊 我饭都做好了 赶紧起来吃吧 我做了你最喜欢的汤 李浩一把抱住都娜 委屈地大哭起来 过后李浩打量着四周 这个是他大学毕业租的房子 而都娜是大学时候 谈的第一个女朋友 明明是自己生活了一年的地方 为什么让他感到这么奇怪 都娜催着他赶紧吃饭 他今天的饭菜煮得非常好 都能赶上大厨的水准了 李浩很是疑惑 你很擅长做饭吗 我记得你不会连家务都不会 都娜却笑了笑 现在会了呀 我们同居后 我每天都做当然就会了 李浩惊讶地问 你不用去写小说吗 都娜却一脸不解 写小说我不会啊 这下李浩大脑一片空白 怎么会你是有名的作家 你写的小说还获得了大奖 都娜却一脸的失落 我没那个写作才能 你不是也说我没天赋吗 再说你才是有名的作家 你看你的奖杯还在那里放着 李浩看着奖杯如遭雷劈 原来这不是现实这一切是梦 顿时泪流满面 你很有才能不应该是这样 对不起以前我嫉妒你 我希望你才华尽失仰仗我生活 你这个样子 是我以前幻想的样子 可你不应该待在这里 对不起都娜你走吧 都娜只是轻轻说了句话 就在她眼前消失了 她恋恋不舍地摸了摸奖杯 然后抱着她打开了那扇门 虽然梦里很美好 但是她还是要回到现实去 李浩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在医院里 鼻子上还插着氧气管 嗓子也非常的难受 她伸手想摸摸看自己的情况 而这一动作 惊醒了一旁睡着的老车 当四目相对的时候 李浩都愣住了 老车不休蝙蝠一脸的憔悴 而老车很是紧张地抓住她 哥你终于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了 你还知道我是谁吗 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 李浩想出声阻止她这么问下去 嗓子就开始不舒服地咳嗽起来 老车吓得立刻怂开手 对不起 我马上叫医生 之后老车就站在病房外 忐忑不安 直到医生通知病人没事了 她才敢走进去默默地坐在一边 看着老车沮丧的样子 李浩打破了这份沉默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 老车控制不住地恼火起来 你都差点死了 还有空操心 我变成什么样子 说完就意识到不该发火 她捂住脸痛苦地不能自已 你知不知道医生说呢 大脑可能会有问题 李浩却一点也不在意 系什么都没问题 感觉就是睡了很久很是舒服 老车不由低声控诉 你为什么能这么平静 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真的那么想死吗 把后路都堵死了 如果当时我没睡醒的话 后果都不敢想象 门也锁死了 我怎么叫哥都不答应 我现在一想到当时的场景 都感觉自己快疯了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都醒不过来了 李浩多少有点动容 我睡几天了 老车回答道 什么几天都快两周了 总之你先把身体休养好 然后老车停顿很久 才继续说道 出院后就从我家搬走吧 我原本以为 只要把哥留在我身边 哥总有一天会接纳我 现在看来不行了 哥上吊的样子 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一看到哥就想到 哥停止呼吸的样子 我害怕了 说着老车就开始痛哭起来 接着他突然站起身 对不起我不该现在说这些 你好好休息 别多想我先走了 就在老车要走出门时 想起李浩的声音 当时我的确不想活了 现在能活下来 我真的感到万幸 所以谢谢你救了我 老车什么也没说离开的病房 而这是一个护士和他说 院长有重要的事找他 当他来到院长室里面 他的是妈妈 二话不说 就拉着他去处理善后 去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天失踪 放懂事会所有人的鸽子 而老车却不为所动 你说对待喜欢的人 我要怎么做才好 妈妈皱起眉头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老车继续说 我想尽办法不管做什么 他都不爱我 我现在该怎么办 妈妈被他都气疯了 丢下这么大的乱摊子 心里却只想着一个男人 老车如魔症一般 一直在说他和李浩发生的事 妈妈能不能告诉他 他该要怎么办 全是疯了 妈妈只好强硬拉着他 先去解决事情 老车突然甩开他 你不是说因为我你才不信的 那你就当我不存在就好了 见他转头 就走妈妈失控的好道 你若敢走 我就和你断绝关系 可老车的步子 停都没停一下 真是和他爸一样没良心的东西 经过生死一遭 老车也只好答应放李浩离开 等李浩康复出院后 就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老车很是不舍却不敢阻止 看他就收拾了几件衣服 为什么就拿这点东西 李浩自然而然地说 本来来这里的时候 就没带什么东西 老车忍不住建议的 要不你开辆车走吧 或者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李浩倒没跟他客气 不用了你给钱就行了 老车仍不死心地问 就没有别的想带走的吗 李浩背上包打断他 行了我要走了 短短几个字 瞬间让老车失控 他猛然地抓住李浩的胳膊 给我一个小时 不止要半个小时 我给你做顿饭吃完了再走行吗 李浩看着老车惊慌的眼神 还是心软了 就当陪他吃最后一顿饭吧 饭桌上老车坎坷地问味道怎么样 李浩夸讲道很好吃 我吃饱了该走了 顿时老车忍不住抽气起来 哥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就来找我好吗 不管什么情况 我都会帮你的 李浩见他这样只好答应了他 外面正午的太阳晃得李浩睁不开眼 这一下终于离开那个囚禁他的牢笼了 以后他就自由了 他想着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先得找份工作吧 不对还是应该先找住的地方 生活也终于要回归正常了 虽然这么想的 可在十字路口行人的绿灯亮了又亮 他始终都没踏出一步 茫然地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去哪里好像都没人欢迎他 真的能重新开始吗 好像自己永远都活在孤独里 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 李浩又有了不好的想法 这是一个声音突然把他拉了回来 哥你别走 李浩转头就看到 老车泪流满面向他跑来 脚上的鞋子也跑丢了一只 他停在李浩面前却不敢再往前 他一遍遍苦苦哀求李浩不要走 李浩一脸的不爽 不是说好了放我离开吗 而老车已经气不成声 嘴里却不停喊着不要走 李浩对此很是无语 他真搞不懂老车这人 明明什么都不缺 凭他的家世和地位 要什么样的人没有 为什么要死缠着他不放 他还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 感觉到自己竟然对老车同情起来 李浩立马纠正自己 他是个自私又暴力的人 这种人有什么可怜的 都是因为被他囚禁太久 思想都不正常了 再说谁知道 他什么时候又会发疯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他向老车伸出了双手 过来 老车先是一愣立刻就抱住李浩 我知道为了哥好 我应该放哥离开 但是没有了哥 我真的会活不下去的 哥已经成了我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李浩拍了拍 他都被安慰了 可是我没把你看成我重要的人 不过 我会试着把你当成我人生中第四重要人 老车这下放声大哭起来 能放第三吗 李浩叹口气 那就第三吧 走吧 我们回家 李浩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也许是他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也许以后他们在一起不会幸福 但是至少他不会感觉孤单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人是现在唯一让他感到温暖的人